啊这个这个叫开封王婆啊相亲的出了件什么事呢 说在三月份的时候啊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相亲片段啊 叫做为什么为爱奔跑啊还是为爱奔赴啊还是什么 非常火就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在王婆说媒的这个舞台上 这个王婆啊是个开封的一个名城市名片 你要去哪里旅游啊你去开封旅游去看王婆 王婆那大个舞台呢在那舞台上给人相亲 那么在三月份的时候呢有一个哥们在那里相亲巨火无比 哎呦大家都都感觉这个太刺激了或者太好了啊 或者太般配了近童玉女我反正就是无数人点赞呢观看呢 结果呢这个视频越来越火呢被这个一个女的呢发现了 她说这个去相亲的这不是我丈夫吗 哈哈 啊就是发生这样的一个事啊 所以说这个王婆说了这段话 我弄剧本有朋友的啊或者有丈夫的或者是有妻子的你们别往那凑热闹 真的是把那个时间呢把这些啊真正去我舞台上啊真正去我那茶馆交朋友 这个王婆说媒这个说的太太成功了是吧 全国都文明了啊 那有一个女的呢说就是这个就不我丈夫吗啊 然后呢呃 反正就说这个事啊说这个事呢 男的说呢说要做网红 希望这个女的呢跟他炒作这个事啊 然后再搞点剧情什么的后来这个女的答应了 就是他自己的妻子 但是前思后想呢发现这个说男的不务正业 一门心思搞这些东西不外面写单吗 就提出离婚了真论就离婚了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不是这个随便说说的啊 红星新闻报道的啊 你看 由发现已婚男子相亲到真的两口子离婚 哈哈哈哈 这个这是哎 不知道怎么讲啊 哎 哎 无法评论的 我们回到这下 不知道 把这个王子处传 我回到这一趟了 不了 谢谢 我们回到这边 我们回到这边